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阿絲 OK我們要現在繼續遊玩 想要江湖的東方戰型 上一集呢我們打敗了東方不敗 這一集呢就出現了另外一個東方不敗 所以我們現在繼續回黑木牙 然後綁架了任盈盈跟蟲獸香米 身為三位主角都很擔心自己的夥伴 你們都來了 那種公子東方不敗抓到人家的寶貝蟲獸了 東方不敗他也抓了個蟲獸 連盈盈盈都被他抓走了 想必也沒收到屬於東方不敗的信函 可惡的東方不敗 這次一定要讓你好看 但是這次會不會也是個冒牌貨 先前林師弟攪拌東方不敗 不敗之時已經完結 還有誰會攪拌著東方不敗 這是一波未起 一碰未必一波未起 現在來猜是誰攪拌東方不敗之名 一無光幾乎 最後的事他抓了這些人 就是獨立我們不會見死不救 所以這趟人的路定是伏病重重 可惡你們又要封死了 可惡是有意將我們三人置於死地 不論如何我們一定要把他們做出來 尼虎公子說的沒錯 我們別無選擇 為了救了 就硬闖黑木牙了 有心中 Кtoache 噢! 萬事件 天長的寶甲 好我們這次重點可以用那個 御補充 然後其實之前在破妙子 拿到那個最強的防具 但是 哇!差那麼多喔 但是呢因為我那個存檔沒有把它留下來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就沒有就是 最想的武器啦 也是我的初心大意 但是我懶得破了 懶得再破一次了 只是說這邊不在有沒有 硬弧衝的 招式可以全開 應該是沒辦法 我本來是母親存的 螢龍道好像是很好練功的地方 不過呢 我不打算練功 你是來阻擋我的嗎 是不是你抓的 好啊 上次聖天那件事還沒給你把帳算的 這次所有的薪酬救援就一起 一起算得清清楚楚吧 哈哈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通通算在我倒著鏡的帳上吧 但是要我把帳還金 得要看你們有沒有這本事啊 將軍 我敬你是一個頂天麗麗的男子漢 也相信你不會做出這魯輪要脅的事 所以請把路讓開 我不想就失去一位朋友 哈哈哈哈 說得好 好一位頂天麗麗的朋友 不枉費我這麼欣賞你 既然是這樣 可以請將軍讓我們通過 好讓我們趕緊上山救人 路可以讓你們過 但還少話一句 得要問我手上這幫槍 同不同意 這麼說啦 你還是直接要跟我們打囉 上次在聖地還沒分出勝負 與令無衷奈戰 也是故意相當 這是不為別人 而是為了自己 無論如何也要分得高下 否則我倒著鏡定會遺憾眾生 只要打到你就可以了嗎 贏了再說 算吧 這次可千萬不要讓我失望 他是拿刀不拿槍嗎 誒 他剛剛明明是拿刀 我記得他好像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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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的大絕 大絕 大絕 好 你不能通知把鏡也太帥了吧 沒有 沒有小明的補血 現在是 有點麻煩 Frankie 好 我們直接把鏡也盪 帥 好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招式啦 我記得是沒有 對 應該是沒有 OK 打完了吧 不要 不要給狼狼打了 應該是沒招式啦 因為我們是以前就跟他打過的 我那時候就撤過 難得有拚耶 好一個第一頭 好一個令狐蟲 大明不愧是博打精神的國度 能夠遇上如此兩年 我倒走近 也不管曾來這世上找一找 你服事不服 男教主也是個呂州豪爺 與男子相比 絲毫無數半分 甚至是有過自而誤不及 我倒走近 鋼板下方 說得心服口服 虧你還說的是人話 哼 將軍 你客氣 我們上來打你一人 也才勉強仗得平手 為你當打孤鬥 只怕我們製造 沒有一位能夠贏得要你 想不到服上又有這樣無異高強之人 此次教授 力無數 武功盡益良多 唉 難怪我們服務上的衛生懷俗 如果每個人都像你一樣虛心謙卑 互相信這場仗 就不會打得這麼辛苦 多謝將軍 你們上去吧 我可以幫勸勸納的 拚一本即可 應該可以拿下行務過 不知將軍指的是哪一位 這倒走近 不能再透露半回消息 與其如此背叛昏返 倒入仗師紮場 將軍之人 比那賈匪龍之度高尚太多了 小女真是心悅臣服 然教主不覺得他也偏低有倒走近 我可不屑於此人相提並了 將軍千萬別誤會 狼鳳凰絕無此意 只是純粹佩服將軍的所作所為 哈哈 三位千萬小心 一路上一步上天羅地 只等著你們 倒走近 就識別過 告死 將軍一路保重 再會 OK 好啦 我們上去吧 我們先快轉 我們到了 雲龍道 第四層 然後這邊有個劇情 所以 我們先 跑回了 呃 怎麼了 南教主 不知道怎麼的 突然心口痛了一下 這個倒走近 倒走近將軍打死 受傷了嗎 不 這感覺有點 用手了 因為是我心臟一樣 那我快不能呼吸了 沒道理會這樣 呃 怎麼連我也 怎麼 難道真是敵人所做的嗎 我曾聽伏伏姑娘提起 伏伏果的人數 有一種叫做念力的恐怖能力 可以殺人與無形之間 呃 果真是這個人數造成的嗎 可是這蝴軍 有這種本事的應該只有身為 無倫重之一的魔力 不可能 他應該已經 已經死了吧 什麼 你不是已經服毒自殺了嗎 怎麼會 這種家世的小把戲 還難不倒 怎樣 感到難過嗎 心臟像是被 被人掐住一般痛苦嗎 這就是我魔力之間 所擁有的強大能力啊 只要我使用這能力 要殺一個人 就像是殺了螞蟻一樣簡單 唉 看著你們像一顆棋子般 在我所不好的局中 相互的追殺 相互的猜疑 可真是人生一大樂趣啊 哈哈哈哈 你的情緒不如的傢伙 一旦一切都已經搞了鬼 最後真的被判的人才是你 你不是屬於蝴軍的人嗎 竟然被判他們向 頭向東方不敗 哼 他只是我計畫中一個棋子而已 我只屬於我自己 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強者 你們每個人都是我手掌心的王偶 我想要誰死 誰敢不死 我本來就想這樣好好的欣賞此精彩的棋局 誰知道後來卻與我想的有極大的出路 逼不得已只好親自下來 把這些不守規矩的人 給一一鏟除掉 你們這個行裝們壞我死老鼠 一個也別想活 那時當我發現我有異於常人的能力死 我就知道這個天下早晚會是我的 我可以輕易地要一個人死 也可以讓一個人活 但是擁有這能力的我 卻從小被蠢的人認為是怪物 是個被詛咒的人 不停地招惹脫序與追殺 追殺 對不起 就連我的親生父母也不例外 現在我要一一的向世上每一個人付出 我要拿回屬於我自己的世界 好了吧 準備好一夜了嗎 現在 就讓你們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死光的恐怖吧 哈哈哈哈 OK 欸他是用氣的嗎 先看一下招是不是 好 招殺看過了 他很久以前沒有打 打過 哇塞 你超過不大 發抖 哇塞 哇塞 這樣 金弓豬可以放大姐嗎 麻痺了 不行 那有人一直這樣放大疊的話 好,換我了 我的麻痺就好像不太夠 好 為什麼不能動 不能動 不能動我 別死啊 為什麼因為我衝不能動 奇怪 薛家羊肉飯的 可以了可以了 哇,有點棘手 糟糕 那時候會麻痺 好像狂放大絕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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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吃吃吧 這我的感覺是 原來我的能力已經逐一進的消失 突然好想去引眾的許多 這是我以前所看到的天空 似乎比我之前看到的還要輕啊 音量 彷彿 真的夠 能站起來忘記不愉快的過去啊 這件事你沒有用心去看 只要用心去看 你一定會看到真正屬於你自己的世界 用心去看嗎 現在看到應該還不算太晚吧 真的好漂亮 真希望還是還能看到這樣漂亮的天空 但是應該是不可能 像我們這樣的人 不知道在地獄待上多久的時間呢 看來我已經找到我真正屬於真 屬於要追求的東西 所以這張帳 過一步算是屬了吧 原來是這樣 你似乎也還沒找到你自己真正的心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內心 也正被烏雲所遮蔽著 看來你也跟我同一類的人啊 哈哈哈哈 你說的事 好好審視你自己的心吧 否則你將會失去最正確的東西 這可能是我生平做的第一件好事 可惜 也是最後一次了 真是一個可憐的人 哼 好在他臨死前能醒悟過來 否則才不會那麼輕易翻過他 福布的姑娘 難道 我們快走吧 還有人等著我們去解救呢 OK 好 快轉 好 我們終於到了 這裡 這裡 各位 幸存久後了 你要想嗎 曾經對我說過 浮上幾個聰明的武藏 真田幸存吧 此人不能消有善者 所下並同一助人的真田思勇士 據說裡面一個人本事都十分高強 為什麼你要來中原 又該做東號外走狗 請立兩位就是楊明 營養七家軍的李昌將 以前三派新任掌門令狐充 這不愧是李昌的問首百姓 像布俠人 倒手禁將軍都對兩位戰獄有加 廚商的封城秀吉 統立了 明顯不可 還幻想打下朝鮮 奮秀的大明 他和巴塞德 敗在德聰廚上 詮釋他就要自取 造勢你們也算了十幾個人 何不自行出爐 令出一番事業 明顯到了 魯爵者家的忠喜 卻有如宜昌將對大明的東西 既然大明過一陣子混亂不同的時代 李昌將後也是想盡一份心意 來保衛大明貌 幸存於李昌將的懷抱 也是一樣 是想為扶傷百姓的謀福啊 但是你們這樣做 只能扶傷百姓陷入水深火落之中 正如李昌所說 野心過於龐大 只會害了自己 你早已失去了身為武將的認知 為了復古 什麼骯髒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所以你們是絕對贏不了的 還是趁早把人還給我們 哼 要我將人交出 這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 霧影財帳臨終之前 和倒走進將軍臨走時 都是要我圈一個人回頭 想來就是幸存將軍你的 就連霧影姑娘 都覺得你的作為一偏離正道 將軍能救 是知名不悟 最後也不夠害死一群衷心隔離成部下 到底是誰假放東方不敗 又是誰入手我的重手 快說 廢話少說 他們的仇 今天就讓我來吧 你每一個都別想走 到頭來 你還是知名不悟 既然這樣 那就領教真田將軍的高招了 動手吧 哇塞 哇塞 出場就給我 這個放大學啊 好 大家有發現我 我的血變低了嘛 是因為 在圓龍道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地圖有一個bug 所以我是用別人的檔案 所以 我沒有練 這個 這個穿打是沒有練的 所以 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啦我們就跳過了啦 因為戰鬥其實不太 不太重要 我們看 看過招式就好了 OK 快轉 到底要好 還是沒法撐空吧 封城叫做負心打印 這個人的四星風來 到現在還不是回趕 活得像另一個東方不敗 英明 我們把他關到哪裡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沒從開始 就已經被人利用 只是一顆顆的旗子 與虧了而已 加肥龍之助等 早已避判 投放的東方不敗 你們之所以會連連失敗 犧牲了無數的部下 就是因為被你們以為的同伴扯禍 然後這樣 你要是沒有任何的鬼物嗎 哈哈哈哈 什麼 原來是這樣 我心存的自以為是 就害了這麼多人 才找 佐々 機器 哈哈哈哈 快點把你交出來 我再做一隻 一門 去吧 多謝 令魂光臣 蠻教授 我們趕緊去救人吧 這樣好嗎 就這樣放著他 他也上次鬥爭之前 如果我們這時 這時候趁人之鬼 那麼跟東方不敗 又有什麼不同 那魂光臣說個對 我們就站起來牢固他吧 正能要緊 算你狗硬好幾眼回心命 下次那我碰到你 可就沒那麼容易放過 立場講 令狐掌門 訪問裡頭 有個激光可以通到 不用放不敗的秘密住所 至於他是誰 沒有人 沒有任何人看過這面目 不過你們要小心 他的武功 就你我 加上導索性將軍 可能都沒半年機會 能夠打成平手 多謝將軍的提點 但該來的就笑了 終於我運動部找 找剷除這人的話 那還不知道 惹出多少的是非 OK 好 快轉快轉 好 出去吧 你公子 多謝你替我解開 繩索 中哥 你沒事吧 我好怕再也見不到你了 終於我們想把 謝我的方法 不用這麼客氣 我救你是應該的 死蟲蟲 我花了好大意見來救你 你居然直接變得不屑我 以往都會有往日那麼疼你 你這忘了付給東西 你給我鬼會山進去 我不要你 不用了 你不要抓著我 走開 或者我聽你了 男教主 我想抽錯他 真是意思 意思情動 沒什麼其他意思 你別太過嘴怪他 是喔 意思情動 他見到我怎麼沒有意思情動啊 啊 小心 贏完了 說 贏要我還是他 算你還有人心 我先不跟你計較 不是你要這樣 你就夠等著 對不起 我來死了 欸對你受這麼多苦 我不要緊了 你別放欣賞 一路過來 你也辛苦了 只要你沒死 我再辛苦都不怕 衝光 既然大家都平安無事 接下來就把那魔頭 一舉消滅的時候 你跟我掌頭說得沒錯 咱們就去見見 那東方不敗的正面目吧 話說我狂見有自己關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大火整裝好 就出 就出發吧 好這看來是最後一站了 走 這邊可以 念能力嗎 不行 當然是念無衝啊 試給四個人還是怎樣 嗯 先看其他人 為什麼那個野防的比較強啊 欸 算是得了 啊 香米 香米33 也還可以 那為什麼野防這麼低 野防收費欸 哇 你 重做35了 野防可以拿起來嗎 可以四個人是不是 香米喔 等一下喔 嗯 不然香米不要了 任意好了 然後 好 我們就這樣吧 裡頭太廢了欸 我覺得裡頭好廢喔 不能換了 不行不行不能換了 好逼 我們就這樣吧 夠 夠 行公俗房 行公大廳 居然是你 真正的東方五霸 你不是找我 你這叛徒 不但沒死 還害死了爹爹 變成日月神響 我要你血再吸環 哼哼 靈憑之日 只不過是我的銀鬍子 抱歉 一個內心充滿復仇之火的可憐蟲 是個致死都還不明瞭被利用棋子 所謂江山帶有人才出 而併吞日月神交 也不過是我的第一步 席日以大死的手段 滿騙過你們這肝的 如此一來 不讓人東方再起 還能拋開日月神交狹小的格局 朝天下之路邁進 哈哈哈哈 只要能鑽除你們六人 我東方不敗 便再無後顧之憂 大鳴江山垂首可的 哼 先前我沒有捨出全力 今日更只需一隻手 便能把你們通通解決 東方不敗 你禍國殃民 殘害死你 就像拼的意思 我也絕對不會讓你得逞 哈哈哈哈 擔心大民國皇帝之位 捨我其誰 誰又能向我東方不敗 這般殷民神戶 明朝皇帝位子 早該交給我來幹 你這部門那部女的傢伙 但太前還差不多 居然妄想當皇帝呢 嘿 做你的大頭夢 死丫頭 你說什麼 哼 我本來還打算給你們兇款 如今我改變主意 不會讓你們再弄一死 我要慢慢的折磨你們 讓你們藏盡苦逃而死 呵呵呵 是該最後一個了結的時候了 最後你的死 要結束這一切吧 唉唷 唉唷 我沒有拿這個意思嗎 好 沒關係我自己放 唉唷 唉唷 他下山了 打得到嗎 哇 哇 有點難 好像只有令火松可以打得到他 七千 唉唷 好啦 我們就 別多打了 我們直接跳過吧 哈哈 終於結束了 好恐怖的東方五百 真的恐怖的不是人 而是人形 遇見了這麼多人與事件 深刻體會到每一個人的心中 誰去追求的東西都是不同的 用對的地方可以持生真道 我要是用錯的地方 後果 總會不堪設想 各位 是人 心存對之前陸續發生的事情 讓他後悔忘分 我撤出一切的病例 並離開終於 正前將軍 我們今後 有什麼決定 天下也容不下我 今後我就陪伴我那些忠誠不曉的目標 就是中老一生 各位 後悔有期 你 通通陪我一起死 啊 終於 可以為我自己所做過手 來贖罪了 你 居然 可恨啊 我是 我是天下無敵的 東方不敗 怎麼可能敗呢 剩我密碼 好啦 結局 結局很突然 這個是好結局 不過我應該不打算落壞結局了 因為那個在 呃 近 東方不敗黑木牙的總團那邊 會 有一個問題啦 所以 我是用別人的存檔 好啦 反正大家也不想看壞結局嘛 對不對 好啦 壞結局就是鄉民 就是 剛才這年青春不是 擋了通風不敗的 招式嘛 然後 如果不是好結局的話 就是鄉民替大家擋的那一招 對 所以 就是壞結局囉 這邊應該沒影片東西了吧 好啦 這個 其實在消耗江湖二外傳 的劇情長度 其實是比五月劍派還要短的 那當時 我記得是五月劍派正傳出來的半年後還是一年後 就 出了外傳 對 很明顯 對很明顯 只會在賺錢 對 連續這個熱潮 而且當時在2002年的時候啊 因為3D技術其實還並不普及啦 我一直在努力在做3D遊戲的 其實我印象中只有一拳而已 做得比較好 當時 所以當時看到消耗江湖二 哇這個3D魔族實在做得非常好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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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的時候 各位 現在已經2017年了 當然很多已經比不上啦 所以說如果 他們如果願意再做 金用武俠的當機遊戲作品 我相信會非常的好 但是 畢竟市場的變遷 所以應該不太可能 還蠻可惜的啦 一拳我記得到後面 就沒再出 一個 那叫什麼 單機遊戲的 玩一拳的遊戲 印象中是 風雲二 七五七 小小江湖 一二 還有外傳 神雕俠侶 一二 一二嗎 二好像是完結篇的 對 他出兩 兩代 然後我覺得 神雕俠侶是做得最好的 因為他每一個招式 通通都不一樣 而且招式非常多 那 神雕俠侶如果有機會的話 會錄啦 有機會 那 跟 小小江湖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小小江湖二的招式 就沒有比神雕俠侶來得好 對 好啦 那 總之呢 謝謝大家 的收看 小黃密碼 OK 好 那謝謝大家會喜歡 小小江湖二外傳這個系列 那 喜歡我頻道 歡迎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然後 請在我的影片圖片的左下方 圓圈 按個訂閱 小紅色方 框框呢 也按一下訂閱 好不好 然後一個鈴鐺記得打開 因為這樣我更新的時候 你才會看得到 我更新的 OK嗎 好啦 謝謝大家這期收看 那 下一款遊戲呢 我們 我在看一下錄什麼 OK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又一款遊戲結束了 呼呼呼呼 好啦 掰掰